中美洲國家薩爾瓦多宣布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 同時與中國建交 事件對台灣帶來進一步壓力 薩爾瓦多外長卡斯塔奈達星期二解釋了轉變邦交的原因 他說薩爾瓦多有著悠久的鬥爭歷史 今日通過我們的決策 我們希望能夠為所有薩爾瓦多人民帶來利益 為每個人帶來希望 並且為未來的挑戰作好更充分的準備 薩爾瓦多是繼多米尼加共和國和西非國家布基納發索後 在今年第三個將外交關係從台灣轉移到中國的國家 目前只剩下17個小國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 台灣外長吳超舍說 吳超舍發表聲明時 而譴責中國的金元外交 指的是北京方面通過經濟激勵措施 將台北與國際社會分隔開來